阿彌? HELLO 各位聽中朋友,大家晚安 歡迎回到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師 我們現在呢要進行心靈宵夜的時間 我們歡迎好朋友aves里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威仙勵 哎,威仙琳,今天邀請你來呢 就是想要問你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呢,跟把妹沒有關係的 嗯,那是什麼問題呢 因為,啊各位聽中朋友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跟Wesley 其实认识很久 然后呢 就是我觉得Wesley 他是一个 非常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他完全没有在care 别人在想什么 然后在我的眼中 他是一个超级自在的人 所以我想呢 很自在的人呢 他的心里一定很健康 所以我就想代替 各位听众朋友 跟你询问一下 你的小贴士是什么 你的那些 到底是什么 东西可以让你这么自在呢 其实我也不是 自我感觉良好 我是没有什么 特别的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也没有 特别的自我感觉不好 应该说我经常 呈现在一个 算蛮平静的 一个感觉里面 对啊 因为我记得 就是从小到大 Wesley无论是有什么样的 就是让人惊慌失措的事情 因为我跟Wesley 以前就是同学 然后大家可能 很惊慌失措啊 或者慌张 Wesley永远都是一副 很冷静的样子 而且呢 最特别的是 他就算自己生病啊 他都不会觉得很难受 他就依然是心情 都是很平静的一个人 我想这个部分 要回到我小时候 怎么说呢 以前小学的时候呢 我成绩还蛮不错的 那 那时候都会选这个 模范生 要投票的 那因为我这个 很想要当这个模范生啊 所以我就会想说 我要跟每个同学都好好相处 让他们觉得我很好 所以他们才会投我一票 那但是呢 因为每个人对你总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想法 就是不可能有 有人 就是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啊 对 我很努力 我真的想要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 因为我觉得那样很快乐 每个人都好喜欢我 但是我努力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 不管我怎么做 永远都有人就是 没那么喜欢我 或者甚或是 我很努力对他好 他还是很不喜欢我 那你会不会很难过那时候 那时候会觉得很伤心 为什么 小孩子嘛 想说 我已经对他这么好啊 比如说 帮他一些忙啊 他有不惠的地方 我教他啊 或帮他做一些事情什么的 可是他他虽然会跟我说谢谢 但是我还是可以感觉出来 这个人就是不喜欢我 就是你觉得他在本质上就不喜欢你 无论是你做些什么 对 因为这就是后来我们经常所讲的 频率不对 嗯 以前那时候真的觉得蛮难过 可是呢 后来 再看看自己哦 我们对有些人也是不论他怎么样哦 大家都说他好 你就是看他不顺耶 我想 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 你的生命中一定有出现过这样的人 嗯 嗯 你也说不上他到底哪里 让你觉得不舒服 可是你就是不喜欢他 嗯 对 像你讲的频率不对盘 嗯 所以啊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渐渐明白 我做这样的事情呢 是 第一个是没有用处 再来是第二个 我发现我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变得越来越不快了 嗯 因为我可能被迫要去迎合别人 去说一些 呃 我自己也不认同的话 嗯 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 嗯 我觉得这种感觉太不舒服 嗯 太不自在 嗯 但这也花了我大概应该有一两年的时间 我才渐渐可以防下这个东西 但是那时候你是小学生呢 对 大概是小学 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但是很多就算现在三四十岁 甚至五六十岁的人 很多人很多人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在乎别人的看法跟眼光 嗯 然后你可以这么小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 我觉得真的还蛮不容易的 我觉得也不会 我觉得只是说很多时候有些事情你没有停下来只去去想一想它 嗯 你没有认真想过 嗯 所以你一直在用你过去习惯的方式在生活 嗯 但你没有去想说那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或是说一种生活的态度 是不是真正是你想要的 你觉得快乐的 嗯 我觉得大部分的没有去想这件事 所以Wesley的意思是说 只要我们啊 就是认真的思考过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然后你就你也明白到说这个宇宙的定律就是一定有人不喜欢你 所以没有必要迎合所有人的眼光 我这个部分我想要再接着讲一下 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是会去讨好别人的那个部分 那到我国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我不去说迎合别人的话 也不去做迎合别人的事 我变成一个一般人所谓的比较自我的人 我发现讨厌我的人还蛮多的 对啊 因为其实我想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我自己身边的很多案例 当我告诉他们要爱自己的时候 他们通常的第一个反应都是问我说 那就代表很自私 所以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你是不是想要澄清这两者的分别 就所谓爱自己跟这个很自私 跟所谓的很自在这个中间的分别在哪里 这个部分我想要分两点来说 第一个就是你从一个会去讨好别人到一个不讨好别人做自己的人 你会发现这中间的一些转折的变化 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不喜欢你了 但是呢你一开始你会觉得很沮丧 我只是做我自己为什么别人就不喜欢我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不论你做什么事都有人会不喜欢你 相对的也都有人欣赏你 这只是需要时间来证明 他们知道你只是做你自己 因为一开始别人会不习惯这种方式 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 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要在别人的心目中是有价值的 那别人一定对你有所期待 就会尽量的去满足那个期待 但久而久之你就忘记自己原本是什么样子 就像之前我在节目里有讲过 以前有一个故事就是 有一个人其实他每天都带着面具出门 但是晚上他回家忘了脱面具 所以久而久之那个面具已经黏在脸上分不开了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原本的面貌是什么 所以其实简单来说 我觉得你就早一点想明白 早一点做你自己 不需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 因为这长期的累积下来 你心里是很不快乐 只是你觉得说 目前这个社会上的框架 或是说大家觉得应该是这样 那你只是说出来你只是随波逐流而已 但是你从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其实有时候啊 就是很多人会在所谓的自私跟自在当中 就是好像觉得好难抉择 因为外界通常给我们有很多的期待 但是当你没有办法满足那个期待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会有所谓的罪疚感 然后他就会觉得我好自私哦 我没有办法满足所谓 甚至是爱我的人 或者是我爱的人的需要 他就会觉得这个压力很大 你对于这一点的话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见仁见智的事情 所谓的自私跟不自私的标准是谁定 他的界定在哪里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同样的一个行为 他可能觉得这个行为很自私 另外一个人说还好啊 再另外一个人说 他又没有爱着我 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都是别人在讲的 这些东西都是别人在讲 我们只要谨守一个原则 我们不要去伤害到别人 那至于心里的感觉 每个人对自私都有自己的想法 包括你自己 可能在不同的时期 对你同样的一个行为 你都会有不同的见解 所以我认为 比较好的方式呢 就是做你自己 我有一句话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自己长期观察得来的 通常别人在说你很自私的时候 就是他自己最自私的时候 这句话好有力量 通常别人在说你很自私的时候 就是他自己最自私的时候 因为他把他的期盼 加注在你身上 他没有在管你要不要 喜不喜欢 也许他觉得他是对你好 但是那一种他认为对你好的 那个念头太强了 强到即便你不愿意接受 他仍然不放过你 你认为这算不算是一种自私呢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对 我觉得Wesley讲得很好 就是说其实呢 当对方把期待加注给你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你没有办法满足对方的期待 你就有罪就感 因为那个是对方 硬要把一个帽子套在你的身上 我觉得更好的做法是 你放下对方给你的期待 你也邀请对方放下他的期待 然后两个人一起去讨论 出一条可信性 而不是说可能断然拒绝以后 你就离开或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互相的学习 然后互相的成长 讲到夫妻关系呢 最近最红的消息就是王力宏结婚了 所以呢 这边先进一首王力宏的歌 我们待会儿回来 进什么歌呢 Forever love Forever 很爱秀耶你 好了我要听王力宏唱 待会儿回来 爱你 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 我越来越爱你 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 因为你让我看见Forever 才了解自己 未来这些日子 要好好珍惜 爱我有些痛苦 有些不公平 如果真的爱我 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 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 像微风生起 温柔的安护 我的不安静 所以我要 每天研究你的向往 多么自然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 去爱你 从今以后 你会是所有 幸福的理由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爱我们的前进 感到你的体温 在我怀里 像阳光和许 悄妙的融化 过得不安定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证明我爱你的理由 多么自然 多么自然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 去爱你 从今以后 你会是所有 幸福的理由 你感动的眼睛 我沉默的声音 仿佛就是最好的证明 就让我再说一次 I love you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 去爱你 从今以后 你会是所有 幸福的理由 Forever 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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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回到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師 我们要继续进行 心灵宵夜时间 欢迎Wesley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刚刚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讲到这个 要如何做一个自在的人 然后Wesley 给我们的第一个贴士 就是说 不要考虑 不要在乎别人的想法和眼光 要做自己 对 那这个 我们刚刚有讨论到这个 自在跟自私的分别 那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说 不要伤害到别人 当然我们尽量的减低 对他人的伤害 因为有些人真的是 有一点 我也只能说他们是挺自私的 有些人觉得 如果你没有满足我的期待 你就在伤害我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在很多的这个 情侣状况 或者是夫妻关系里面 就有这样子的状况 那我要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这个我大学呢 有一个同学 这件事情Wesley也知道 因为这个同学是 就是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他以前做我隔壁 Wesley你讲讲他是怎样的人 我很了解他 这位同学很妙 他的世界里只有他自己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很自在的人 对不对 你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他自在 有点过了头 对 这个什么事情还是要中庸之道 真的没有绝对 那这个同学呢 我们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大家 因为要留在台北工作 然后大家都是 从宿舍搬出去 然后就都在找房子 那我还蛮幸运的 我就找到了一间就是 这个地点很好 然后屋矿也很好的房子 这已经是N年前的事情了 那么呢 我走在路上 我走在校园里面 椰林大道的时候 就远远的碰到了 这个看到这个同学 一面走来 就一脸愁容 然后我看到他 我就说 诶 你怎么了 然后这个女同学呢 她就说 唉 我的这个工作已经找到了 但是一直 房子没有找到 而且工作就是 再过一两个礼拜 就要开始了 我之后就 毕业就一定要搬出宿舍 那我也不知道住哪里 现在看的房子都不好 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热心 安老师就很热心说 啊 我才刚刚租下一个房子 那要不然 你先来跟我一起住好了 而且这个 我的工作要到大概 一两个月以后 我想要放个暑假以后才去工作 我不想那么快工作 所以这个房子呢 先给你住 然后呢 我们去买一个上下铺的双人床 那这样我们可以一起住 而且那个屋况很好 安安的悲剧马上就要发生了 我们听他怎么说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这个同学就搬进去了 对 那就在这个大概一个半月以后 然后我准备要这个搬进去 我的新家的时候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的同学 我就说 那个钥匙 就你去打一份备份的钥匙 因为到时候我们会两个一起住 然后他就那时候就通知我 他是直接通知我 他并没有询问我的意思 他就说 他已经自己跟房东打了私下的合约 然后他就说 这个 这间屋子是他的了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惊吓的说 那那我怎么办 就是这个房子是我找的 然后 里面也有我的东西 而且我马上也要开始工作了 你还没有签约啊 对 Wesley在模拟当场的状况 对 然后 然后我就有傻眼 然后我就说 蛤 那那那那那 那我我接下来工作怎么办 嗯 你赶快再去找房子啊 但是你知道这个房子很难找啊 这个 我知道 我就是找不到 所以 你当初是我找到这个房子 然后邀请你一起来住的啊 你那边还是有双人床 我们当时候去买的啊 那我也可以进去住啊 我这个 比较需要安静的环境 你的东西 我都帮你放在客厅那边 你赶快搬走了 不然我这边这样好乱 这位同学 你这样子会不会太自私的啊 这 这个房子是我找的 而且是我热心提供给你住的 但是你却纠战却巢 然后把我赶走 你不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吗 我需要一个安静的生活空间啊 而且我已经签约了啊 对 各位听众朋友 刚刚就是一个很 就是真实的状况 就是我们两个不停的鬼打墙 就是我我我希望他可以 就是让一个地方给我住 但是他就是不肯 因为他说他需要安静 而且他最大的重点是 他一点都不觉得他有问题 对 他真的觉得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 同学 怎么了吗 你干嘛去找你的房子啊 对 然后也只能说 因为我对那个同学不是很熟 然后Wesley 比我对那个同学熟得多 如果Wesley 当初有警告我 不要跟他少来往的话 我当初就不会这样子吃别 是啊 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 最近发生在我上班 啊附近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它是一个新盖的一个建案 那那个建案的门口呢 本来有一个变电箱 那他们隔壁有个社区 他们的这个地下室的这个 车道出入口 就连在一起 那这个建设公司盖房子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变电箱迁移 那他迁移的地方 就是迁移到人家 这个车道的出口的中央 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别人停车场的出入口 中间有一个变电箱 对 那他 他怎么会搬到那边去 没有错 那个地是那个建设公司的 但事实上 他不需要把那个变电箱 移到那个地的边界 他可以再往回移的 移个两公尺 他就不会挡到任何人 但他就是那么故意的 把他摆到他的 所谓的这个土地的最边界的 一公分的地方 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是他是因为跟隔壁的那个建案 是不是竞争对手 他想要让对方都卖不出去 隔壁已经是一个 中国的社区了 没有任何新的建案 隔壁是一个中古的小区 然后都已经卖完了 对 然后他把人家的车道出入口中间 摆了一个变电箱 对 那是他的土地的权利没有错 但事实上他不需要这样做 那后来 这个旁边这个小区的 这个居民就去拉了一个补条 写着 叉叉叉 黑心建商 还我出入 给他拉了一个好大的布条 那我倒是想听听看这个建商怎么说 他为什么要这么故意啊 他说 这是我的地啊 我又没有占到你的地 那你 这位先生 你不能往后移 大约一公尺吗 你的地这么大 为何一定要堵住我们的出入口 这是我的地啊 我就是想放那 所以他就是坚持不移就对了 对 他们这件事大概搞了半年有 后来呢 就是找了好多人去调解 他才终于愿意把他挽回挪回一点点 事实上他一开始就不需要把他放到那边去 可以省下这种很无谓的争端 我觉得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同学的例子啊 或者是你刚刚讲的你隔壁的这个建商的例子啊 我觉得就是真的很自私耶 就是我们在说这个自在跟自私最大的分别 我觉得是这个intention的问题 就是说你内在的异象 我觉得真的自在是说别人不会伤害到你 对 就是你不在乎别人对你的想法观感 你很有你自己的世界 然后别人不能伤害到你 但是前提就是你也不会去伤害别人的小宇宙 这个很重要要互相尊重 刚才我们讲到自在是 啊 着重在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这一部分我们不要受他影响 但其实这个是我自己体悟过程中 我觉得这算是第一阶段 那我觉得最主要说真的会更加的自在 而且是真实的自在 主要是要在于说你对你自己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可以留到下周再来讲 因为这个时间有限 今天节目也到尾声了 我们要进一首歌 然后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 嗯 听一首 最近有一个老帅哥又复出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 孙耀薇 那我们听一首孙耀薇的新歌 爱 不是 下周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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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不是 失去了才会懂 时间像一个沙漏 总会留下什么 爱其实 谁都不能看透 就算舍不得 我也只好微笑祝你快乐 记忆穿梭 谁也无法辩驳 我假装洒脱 只为了解脱 我 左边胸口 左边胸口 心还在跳动着 证明我活着 爱 还顺着 还顺着 爱着 爱不些 失去了 才会懂 我 时间像一个沙漏 时间像一个沙漏 总会留下什么 爱 其实 谁都不能看透 就算舍不得 我也只好微笑祝你快乐 如果一个理由 如果一个理由 就轻易的把爱没收 承诺也只是泡沫 爱不是 离开了才会痛 可以拥抱的时候 是否真的爱过 爱其实 谁都不能挽留 我们不承诺 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在搜尹中间